政府公布新一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推出一系列的紓困措施 協助市民對抗通脹 大公報認為曾俊華的財政預算案合格有餘 有派糖但不夠甜 社評指寬免猜響、電費補貼及公屋免租等措施 總體開支達400多億元 如果這樣也要批評財爺沽寒是趕不過去的 但財爺沒有退稅 而6,000元注入強積金的做法 要到退休才可以拿回 令市民大眾的反應不滿意 預算案如果能在善用營養同時 體現對市民的關心 從而化解民怨 預算案一定更得人心 蘋果的社評就不滿曾俊華注資入市民強積金戶口的做法 社評指大部分市民要等10至20年 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受惠 但強積金管理費相當公昂 金融機構可以即時過水濕腳 對市民來說,這算是還富於民? 蘋果日報指出 在庫房滿日下,政府與市民分享經濟好處 實在是理所當然 偏偏曾司長與特區政府就迂回數十年才還富於民 要市民等到頭髮白才可以分享繁榮成果 究竟是還富於民還是與市民開玩笑? 經濟部評論,月算案比往年更疏爽 但未能掌握民心 社評提到,市民關心通脹 但月算案舒緩通脹措施 除了通脹掛勾債券之外 幾乎是與去年通脹未試約時政府所做的翻版 有通脹和沒有通脹都是用同一套政策 怎樣說是針對通脹急升要市民收復呢? 至於高樓價的問題 會否提高樓與額外引花稅 才會借重複 如果有需要,將毫不由而再度出手 石評認為,無法令市民相信政府能決斷和有方法壓抑樓價 同時,發展商已立即高價推售新盤 捉見市場不認為月算案的壓抑樓價措施有限 新部批評月算案對中產的優惠太少 石評指,月算案嚴重忽略中產階級的利益 這是無可彌補的缺陷 對於中產階級最有力的措施莫過於提高免稅額 但才爺並沒有這樣做,甚至連身奉稅也不答應 雖然子女免稅額提高,但如果是從鼓勵多生子女 以增加人口角度來看,即是杯水車身沒有大作為 因為香港中產階級養育子女成本之高是全球罕見